基隆市政府欢乐庆祝69周年府庆 由市长张通龙亲自组织任内最后一次府庆活动 市长感谢在市民朋友的支持 以及在副市长柯水源 秘书长许清晨辅佐协助下 带动市政府团队推动包括全市污水下水道 田辽河畔美绿化 南龙公墓殡仪馆新建工程 以及全市几条重要桥梁的改建 让基隆更进步 这七年多来 从我们所有的污水下水道的接管等等 我们现在已经往全国第五名的名字来迈进 其实我们也很多的建设 包括我们所谓海科馆 我们的海洋广场 另外还有我们所有的连外的道路 很多我们的交通网络我们都做了改善 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对整个社会福利的工作 你看我们有日间的一个拖劳的活动 我们还有我们这个拖曳计划的活动 更重要还有食物营啊 市长也勤勉新市长接棒后 市民朋友继续支持新市长 推动市政建设 更希望中央多给基隆一点关爱的眼神 繁荣基隆市 我们市府的团队也继续秉持着对通隆的支持爱护 继续来支持我们新任的市长继续将基隆的市政往前的迈进 也希望中央真的以我们关爱的眼神来看看我们基隆 市政府在张通隆市长奠定的基础 以及市议会监督下 新市长可以带动基隆越来越好 我想是空间非常大 因为我们张市长将我们的基础做了非常的稳定 那么奠定了我们往后对基隆的建设 不管是硬体软体 我想在我们尤其在我们议会的督促之下 一定会做得更完善更美好 也希望打造一个活力的城市 市政府人事处为了表示 市行政中立也在各出入口请人举牌 请候选人不要穿竞选背心参加府庆之外 也安排难得一见 由各局处副处长组成的诗歌朗诵表演震撼全场 最后更由市长张通隆带领秘书长许清坤 和各局处首长一起切蛋糕 到香槟热闹庆祝市政府69岁生日 记者吴俊松采访报导